粉丝提问,如果吃鸡加入拐弯枪会怎样? 拐弯枪在现实早已问世了,可以在拐角转弯处使用。 如果吃鸡加入会如何呢? 一,向战人人一把拐弯枪。 拐弯枪是一种绕过拐角、观察和射击目标的高技术武器系统。 作战人员身体的任何部分都无需暴露在外面,起到了保护作战人员的作用。 你想想,如果这么一把枪加入到吃鸡中, 在城市中向战的时候,我们就在拐角处用拐弯枪观察敌人。 等敌人一出现就打,你只需要露出一根枪管在外,敌人根本发现不了, 而自己却沦为带宰的羔羊。 再加上吃鸡子弹无法穿墙,这样的武器在向战实在太无解了。 二,出了城市没人会用。 虽然拐弯枪在城市向战无敌,但出了城市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 因为拐弯枪有个巨大的缺点,那就是射程极端。 一般就只有几十米,和手枪的有效射程差不多。 在野外,拐弯枪根本没一点用处,所以出了城市,玩家就会把它们丢弃,根本没用。 三,操作很复杂,最后沦为鸡肋。 拐弯枪如果加入到游戏中,操作肯定极其复杂, 因为它不是直接观察射击敌人的,而是通过显示器显示的。 如果加入到射击中,又要新增很多按键,而且玩家用起来肯定很不习惯。 操作复杂,出了城市又没用。 相信到时候很快就会沦为鸡肋,没人会用了。 教伙伴们,你们觉得拐弯枪如何呢? 好了,我们下期见哦。